你师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完全没睡够的你被闹钟吵醒 随手一关没几分钟闹钟就又响了 都让人恨不得想把闹钟给炸了 让人不慎厌烦多睡会儿就不行吗 今天梦魏就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短片 闹钟 阿呆也是个喜欢赖床的人 为了防止自己睡过头 他家里设了许多的闹钟 但每天起床的时候那可是相当的痛苦 几个闹钟一起响 那感觉简直让人抓狂 阿呆把头埋进被子也无法获得片刻安宁 于是他掀起被子 用闪电般的速度关掉所有闹钟 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没几分钟 书下出来的闹钟声终结了阿呆的所有抵抗 好不容易才起床洗漱 闹钟怎么又响了 原来每天这个点牛奶会被送到门口 阿呆开门一瞧 呃牛奶被撞飞了 为了不穿鞋出门拿 阿呆是猛力一跃挂在门上 利用惯性靠近奶瓶 接着一个海底捞月成功拿到奶瓶 还没等门靠墙 阿呆就使出一招回马灯 借门成功回到家里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的多余动作 看来平时没少干这事 拿到牛奶阿呆开始烤起了面包 盯着烤面包机 无聊的阿呆趴到了桌子上 没一会儿闹钟的响声把阿呆吓得一弹 好吧面包烤好了 阿呆拿着面包和牛奶坐到电视前的沙发上 看他这样子是一点食欲没有 打着哈欠又快要睡了过去 突然他眼睛一睁好像想起什么 卧槽闹钟快要响了 他起身想关掉闹钟 却被地上的面包拌了一下 闹钟还是响了起来 气得阿呆把闹钟摔到了地上 终于准备好了一切 换上衣服出门上班了 可是在电梯里 阿呆又听到了闹钟的声音 他四处搜索都没有看到闹钟 最后在电梯的镜子里 他看到自己的呆毛像闹钟一样在跳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呆从床上弹起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看到桌上烦人的闹钟 阿呆拿出一把手枪 就要把闹钟给崩了 有没有感受到被闹钟支配的恐惧 嘿嘿 别赖床了 快起来吧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祝你周末愉快